根据你们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经验 像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治安就明显恶化的情况 那个时候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群体来讲 冲击又是什么呢 08年的时候因为经济不景气 所以福利盟市的警局就裁减了一些的警员 因为裁减警员的关系 当时的警察局长就宣布说 我们现在巡逻的人手不够 所以假如家里面的那个警报报警的话 警察局是不会安排警员去查看 是否有这个盗贼进入的 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发现说 警察局虽然撤销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但是整体的这种的入门盗窃案 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所以这两个当中并没有一个瓜葛 所以看到呢就是有的时候 人们他们的恐惧呢是多余的 可能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08年这个recession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警察卡是因为有些budget 那现在其实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像纽约 很多警察执行的警察已经被感染了 他那个警力就不够了 但是呢因为纽约可能实行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画面就是纽约有军队介入 所以有这个 国民警卫队 他们如果介入的话会takeover一些responsibility 所以我觉得是在危机时刻可能会有危机的办法 因为这确实是一次危机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的cycle造成功 这是一个突然之间的一个危机 我觉得唯一的担心就是说是不是警察有足够的保护力 能不能减少警察感染 所以邵阳 我看到那个邵阳贴着他的那个朋友圈微信圈 他也去跟警察诉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我也知道有些华人是非常不安 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 哎呀咱们邻居邻舍 咱们成立一个这个互助组啊 然后办理家地址都写出来 然后呢有人可能这组里有人有枪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有什么情况紧急呼应 所以有这种不安 在里头 但是我觉得eventually还是要靠这个体制 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恐怕不行 如果华人真的是有一天会打破这个法律 然后看到有些报警 然后开始华人用动枪了 可能对华人的整个image是更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可能轻易别做 大家互相精神鼓励就够了 我觉得这有两点啊 其实美国在所有的G20里 或者一般来说世界上先进国家里面 非常值得不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美国是极危险的 所以基本上呢那些国家人都根本就没有把美国当作一个安全地方 所以我们身在美国 我们需要小心的还是要小心 我觉得一般来说就要小心 那更不要说经济动荡或者人心惶惶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小心啊 不管是个人也好 家庭或者整个族群都是一样 但是反过来说美国 我每次听到有些人就会留言说美国是怎样 我就觉得说哇 大哥你说那个纽约曼哈顿跟South Dakota的乡下 是美国都是美国吗 其实美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 有地方治安很好 有地方治安不好 那现在你如果你看那五个大城市的都会区 就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迈阿密跟我们这里 洛杉矶啦 我说不提我们这里 另外那五个区 你光是看这五个地区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的疫情都蛮严重 迈阿密现在赶上来了 就感谢那一大堆去那个Spring Break 玩得很开心的年轻人 谢谢你们 我是比较担心 比如像底特律、芝加哥、纽约 这种城市 因为这种地方收入本来就是极端的不平衡 然后已经有大量的那种失业人口、待业人口 那再乱起来的话 生活打钱嘛 洛杉矶的话是看地方 有很安全有很不安全 那湾区的话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方面的忧虑 有个说法说对海外的华人 然后国内是打上半场 然后现在轮到美国和欧洲打下半场 然后华人是打全场 所以我个人真的是在打全场 因为上半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国内 回来之后 然后隔离的14天觉得挺好放出来了 结果发现过不久之后 美国已经这个现在已经也可以说进入至暗时刻吧 就是我们看到的数据也好 看到什么也好 我们感觉就是你在走一个隧道里 这个下半场可能更难打 这个隧道更长 迟迟的我们看不到那个隧道的出口 但是我觉得还是抱有希望的吧 那个隧道总会有一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种恐惧的心理这个是非常的自然 在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当中 尤其是大家不仅仅说面对的是一个健康的威胁 甚至是一个生计的威胁 看到股市 这个黄跌 传来这个很多这个公司关门 即将裁员的消息 就会想到自己能不能熬过这场疫情 那这是首先是一种恐惧的心 那么另外我这个听到的就是还有一条 就是说前一段时间由于这个中美两国开始口水战 于是的话呢 好像我们在这边的华人呢 也感觉到好像被夹在这当中 甚至有一些的这种对于说会不会排华啊 会不会在这社区里面受到歧视啊 这些方面的恐惧 看中国政府 其实前面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的反应 包括外宣 可能实际上是至于海外华人 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但是后来好像川普跟习近平打完电话之后 好像这种情况有一些好转 但是作为我们华人来讲呢 至少在我觉得我们在移民多的 比如说加州的话 目前感受还是OK 但是我是有远优 就是说我觉得不只是说海外华人 是海外怎么对中国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英国首相 他已经说说这次这个疫情过后 他一定要找中国清算 其实很多人 我相信理性的人他会觉得这个疫情 是globalized 是全球的 但是呢 对于一开始的中国的这种 导致这个疫情没法控制 那中国还是不断的去表公 这个东西下来的话 我觉得长久来讲 可能会有一些怨气 是针对中国的 还是会target到海外华人上这个值得观察 我觉得有关这个种族的问题啊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成果人 来美国久一点的人 给我们一点背景知识吧 因为他在底特律 然后他走在街上 结果他是个华人 那当时日本车开始大局的进入北美市场 美国车子开始招架不住 结果呢 他在底特律街上呢 就被几个人打死了 那些人就一直喊 他是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滚回去 结果我想这个 那几个人可能就是出手太重了一点 所以就是说这类的事情 我很高兴地跟大家报告 有没有疫情啊 其实华人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是剑靶 不要说华人吧 就是亚洲人 那这个疫情可能会让它更严重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疫情凸显了 一方面是我们祖国跟美国的体制 巨大的不同 以及在美华人跟美国 其实我不能说美国人 因为每个人都美国人 对 跟就说主流价值文化好了 其实华人 特别是移民的第一代 其实有巨大的巨大的差别 我们的assimilation 就是叫融入是吧 就说白就是融入或者被同化 的那个速度啊 远不及其他的种族快 等会 大伟啊 你的祖国是什么 是母国是吧 我们现在讲中 讲普通话嘛 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或者说广义的中国啊 greater china 即使是说啊 人家说什么啊 什么台湾香港 台港澳很西化啦 什么的 其实啊 你到这种时候就看出来了 那个体制还是有巨大不同 文化就不用 大家这两天 我相信也都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一个佛罗里达 tempa好像一个 华裔的一个女士吧 她去那个 找了一家店 然后正好里头有那个 3M的N95口罩 然后她就自己拍了一段视频 然后说你看我 别人都不知道 他们还啥都不知道 我都给买了 然后边说呢 边还跟那个旁边 走过来一个店员说 用中文说 你看他们都特别特别好的 然后说谢谢啊 网上也有这个人肉搜索啊 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个 因为家暴在2018年被逮捕的 这些的丑闻都把他抖露出来 然后现在就是说有一条 就是说不知道他的这个 购买这个口罩的时间点是什么 假如说是在这个1月份 2月份的话呢 那其实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华人 在美国的各地去搜索口罩 城市买不到就冲到乡下去 那么就像他一样 他不是说哎呀 这个人挺傻的 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所以就叫人家傻 反正善良作为一种傻 这个是的确是可证的一面 但另外一方面呢 那的确是当时不可争议的一点 就是在1月份2月份呢 就是大量的华人就是在市面上抢过口罩 然后把他运运回去 那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假如说他是现在还在这样做的话呢 一方面我相信就囤积口罩 本身来说已经是被联邦的法律定为是违法 那么在加州也是同样的是违法 就hoarding是吧 就hoarding 那么另外呢 如果说他再如果高价输售的话 那就是等于最佳一等 所以的话呢 我只是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呢 有可能他有冤情 很可能他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并不确定 不是最近的事 而是说那个时候 大家在圆池武汉的时候的 一个华人的一个自发的一个反应 这个我就让我想到 其实在那些骂这个女生 他去抢口罩的这些人 其实想想 这多少有多少人是在海外抢奶粉的 很多的人就是代购 就是把这个当地市面上的奶粉 都抢过一空 然后就运回国内去 就造成很多的这个地方 他们奶粉就齐缺 甚至连当地的婴儿 都没有办法拿到奶粉 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出 其实这不仅仅是疫情所反应 或者反射出来的这个人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国情 或者是文化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中国的 经济的一个外部性的一个问题 它会引发一些外部的问题 它的本来的问题 比如说说起来奶粉的话 就是说因为中国国内 大量的有这样的劣质 或者甚至假的 或者有毒的奶粉 然后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能够去监管这些东西 使得就是说中国那些 实在被压抑的这个购买力 全部涌向全世界 然后又会影响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有那个恐慌的习惯 而且我们恐慌的那个点非常低 就是在the race 而且是整个民族 所以就是说在 你不要说中国大陆 就台湾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当那个行政院长出来说 大家不用担心口罩绝对够 那就是口罩绝对不够的那一点 为什么呢 他前脚讲完 那后脚全部人都去抢口罩 对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就是说那美国人会不会干呢 美国人一样也干这种事 可是美国人那个点很高 美国人是看到人家都去排队都在抢了 美国还杀进去 但是你仔细看看 在网上至少我们能看到的YouTube的video 那打架的都没有老中 好像老中还算蛮文明的 但是这次老美的恐慌就从手指上就已经触发了 因为买不到手指了 基本上所有的老美也开始囤积了 对对 我就说这个其实就是他们那个点比较高了 就是他等到大家都去抢 但是他一跳进去抢 他就是不顾一切的 这又讲到文化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老外 其实这个都是一概而论 但是就是说至少他们的文化里面 有一种爆发力 就是他要做什么的话 他就会拼了命去做 他不怕死的那些 他就真的就不怕 他不怕死 你们看到昨天安慰号开进纽约港的时候 结果纽约民众也不戴着口罩 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纷纷就是涌上街头涌向码头 然后来观看 对对就看热闹去了 我都为他们捏把汗 真的是他们实际上就像你讲的 他们的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大条一些 这个恐惧的这种预值 可能这个比较高一些 其实这又涉及到 就是回到那个话题 就是海外华人的另外一种感觉 为什么感觉有点恐慌 是因为看到 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中国国内 是怎么做这些事情 至少来讲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保持绝对的这个距离 然后一直到国外 我们看到美国 基本上我们小孩有时候在那个圣地亚哥 说问他你们有没有social business 没有跟平时一样 其实圣地亚哥现在数目也不少 所以你就可见就是说 美国对于这个什么来讲 华人就觉得 哎呀如果这样下去 如果这样下去 就是说这个数字 是不是还会再增加很多 那个迟迟的那个观点到 没法到达 就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纽约和这个 和这个一些大都市地区 包括意大利 就是为什么成为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可能很大的原因 是跟这个 这个人们的这个自由的这种 这种想更大的自由度 跟这个有关系 在即使是在这个拐点 我们现在华人就blame 就是说 为什么美国这个 有一两个月时间 为什么没好好利用 但是你反过来想 美国的这种社会里 他能无缘无故的说 没有发现任何迹象 他能shut down 然后让你公司lock down 然后在家办公 这个可能这个就要有点说 那个病还没出现 你就让一个状势断碗 他不可能做的 所以只能是等这个疫情来了 然后他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 所以这可能是 也值得反思吧 就是说这种自由社会 到底自由这个程度 对于疫情这种特别的 这种像这种疫情来的时候 这种自由社会的这种自由 到底是对这个疫情 可能是加分还是减分 不这个说回来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其实美国社会 本身自己的一种文化上的堕落 就是其实这些 不去做这个social distancing的 很多人 他是出于一个很自私的理由 说白了 就是他没有考虑到 其实你有这个行为后果 是有问题的 你会影响到一些 比如说年长的人 你也本身也可能成为一个载体 回到50年前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更重视别人的 更尊重别人 或者更自律一些 是不是也跟他这个本身社会 有一定关系呢 你去观察 你看这几个西方国家 德国是control的比较好的 德国现在确实是 这个控制的比较好 他死亡率比较低 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日本韩国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 自律性比较强的一些国民 他们是西方国家 他们也属于是西方阵营的 就是属于这个资本主义这些 所以但是德国就已有名了自律 然后那个西欧人经常讽刺德国人说 或者说是他们是欧洲的日本人一样 他们无趣 然后什么东西都特别discipline 可能这点在抗疫的时候 抗这个疫情爆发 确实这些国民性能帮助他们 当然你不能一棍子打死 好像就是说在这种的 这个崇尚自由的这种的特性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上面 就是一无是处 我注意到两条 第一条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纽约民众真相涌上街头 去观看这个安卫号使劲码头 这是一条 这是他们的自由 他觉得这是他的自由 哪怕是有风险 会染上这个冠状病毒 那么他也在手不吸 那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的自由 我就注意看到 就是美国有五万多名的医护人员 他们自愿去纽约 就是所谓的逆行者 那这种的逆行者 实际上呢 他是完全自愿的 他跟国内的那个 所谓的这个 这种自愿逆行者 是完全不是一样的概念 首先第一条 就是国内就有这样子的 护士他站出来说 当初他并不是自愿的 他就是被派去的 第二就是说 有的时候是 他是名额下达到一个医院 然后这个医院 他必须要出多少人 然后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来组成这种的逆行者 而在美国 你现在看到说 他根本不存在一个摊派名额 或者是强迫的 这些所谓的逆行者 他都是用自己的 本来有了一个种的自由 他要去服务他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点 在911之后 那个美国参军的人数大增 不是因为政府到处去拉人 他说是那个政府 那个征兵战来不及 处理这么大量的年轻人 而别人年轻人 还有一些老人 还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 还被打回票 改做国民兵 还很怨气 怎么不把我派去阿富汗 所以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再一次突显出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灾情 这个可能讲得太远了 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回顾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 美国最后还是因为 那个民间的这个动员力 而不是政府的公权力 没错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 很多其他的公司 包括什么四季酒店 对吧 纽约的四季酒店说 我们的这个房间 就开辟成医院 没有问题 我们就donate出来 然后什么赫兹 赫兹租车公司 说只要说去纽约 我们都给你免费提供 车辆什么的 这个确实体现了 这个民间的 这个强大的一个凝聚力 我是做这个生物医药的 当然我以前也是 做这些的病理检测的 所以我就特别关心 美国在这个检测手段方面 真的是一天一个遍 是越变越好 从刚开始的这个CDC要求六天 才能够一个来回 然后到三天 然后到一天 然后到七个小时 现在是第六代了 然后就是五分钟之内 五分钟之内就可以给你结果 所以你就看到说 这个因为这样子的疫情 就激发了很多公司 他们的这个创新能力 他们想办法要怎么样的去 借着这样子一个需要 激发他们的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和制造力 然后迅速的用他们的物流 把这个所有这个五分钟就能撤出的这样子一个机器 送到全国各地去 而且好像准确率还更高 对不对 说是95%的准确率 这个是相当 没错 这就想到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美国 他之所以现在看来 就是确诊的案例比较多 一方面就是跟这个刚才姚光讲到 一个国家是在测 是确诊 还有一个国家是在测 是不是有肺炎 所以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可比的 根本不用再讲说 这个他不报这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或者是他当时这个检测所 跟不上武汉有很多人 他就是这么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不能单纯的在这个数字上来做比较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从包括我们自己公司在内 现在利用这个科技的实力 实际上将来就是说 就是一个科技实力的 一个秀肌肉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就是听说那个民间那几家大公司 什么GM 福特 特斯拉 还有那个做什么SpaceX好像是 这些公司说他们可以摇身一面 做起那个什么供养 Ventilator 哇 我说这个东西有这么简单吗 然后还说什么动不动 就是什么几万台几万台 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原理 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他同时的话呢 他就是说他是要保证一个 就镇压就行了 那么从制造的这个过程来说 也不是那么的复杂 一开始福特说他不大愿意 结果呢这个川普就高举这个国防生产法 就强迫他去做 不知道现在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呢实际上 这个本身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国家的工业制造的潜力 还是在那里 并不是像别人所想象的 说现在就是完全这个 因为供应链都移到海外去了 我们这边就一无是处了 就好像就就是被打趴下了 其实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其实借着这个疫情 我相信就是说 美国也会发现自己的短板 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紧急的医疗的这个 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不够的 所以呢就是美国加紧生产 实际上从长期来讲 他也进一步加剧了 他自己尤其是在国防医疗方面 他的自给自足 他以后会重点检讨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变化 他不会再依赖于这个国外的 或者甚至是中国的一些地方的生产 因为这些东西是关乎他的性命安危的 所以他肯定会把这些 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基础建设 就是这些战略物资 基本上已经是大体的全国的共识 就觉得说这些制造业一定要全部回来 牢牢的把什么命运 紧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 我前几天看一个新闻说 交长Gavin Newsom来到你们Sunnyville 然后有一个是生产什么电子产品的公司 也是说我们马上可以转产做这个呼吸机 就说明这个确实这个国家的这个制造 其实他的这个制造业的那个 怎么说流动性或者说可塑性非常的强 大家就是说随便转产什么都可能的 是这个其实还涉及到一个 比如说口罩 口罩这行业有专门供应口罩行业 这个原材料的 他说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朋友的微信群里说了 他说30年的利润非常低的 你根本平常人 你不是你的企业为了追逐利润 你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可是呢这个口罩又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美国势必说他将来的话 你不能完全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利益追递 你知道吗 有些关键产业必须是国家处理的 所以这也涉及到有些人就开始预测 美国以后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肯定是往不同方向走 原来美国是小政府 就是美国政府联邦掌握的这个资源很少 现在其实势必会放大一些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政府掌握的资源会更多 尤其是涉及到医疗和国防 对可能就是要把它放在跟国防 还有外交这两样的这个层级 对 因为在这两样上面 美国花几钱来是完全不手软的 是 那这个反回头去说 还是跟中国是有直接关系的 无论是国防也好 外交也好 对吧 为什么他们之前觉得说 可以让中国做这个东西 他们不担心 因为关系还好嘛 关系好 你不会卡我脖子 没想到 而且他可能认为觉得 你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卡我脖子吧 但没想到其实还是被卡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看新闻越多 你的焦虑感就越强 看数字越多 你的焦虑感就越强 因为你看到那个数字 真的现在好像看起来没有拐点 然后你感觉好像 尤其是纽约啊 纽约西 可能真的情况非常糟糕 所以你每天看到的新闻 如果是这些的话 你心里不会平安的 然后我们呢 同时呢 抗议的过程中呢 同时你还得必须 work from home 因为该开的会 你得开 该写的文件 你得写 所以有的时候是双处的 torture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 还是需要一个定力 平静吧 在家里那个有时候觉得比在公司里还忙 那我想问你一个给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家里头工作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很难把这个生活和工作完全分开 要么就是很大更经常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overwork 我们在家感觉如果去公司的话 工作七个小时八个小时 在家的话就感觉工作12个小时 你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时间 和在这个家里头能够形成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呢 我觉得因为我大概第一次work from home 是在2003年就曾经work from home 一直这样子on and off 所以我们家的人从baby的时候就很习惯 经常看到我连续几天就在家里 所以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在家上班的影响对你的家人 比你对自己的影响还大 因为平常你这个人只是 就是早上出现一下 晚上出现 对不对 但是你白天进行出出的 然后有时候呢 如果你在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呢 然后你又不想有这个background noise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要跟家人讲好 如果你有一个重要的线上会议 你就跟他们讲一下说 现在稍微小声点 也许不要先来练小提琴 那因为小提琴 不管你在哪里都躲不掉 那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所以我每天都有一个rithual 仪式 就是我做到一个时候我就会说I'm done 我就电脑盖起来 然后手挡下 我就不再碰公司的东西了 说是这样来但手机还是拿在手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做好了 电脑合起来至少一段时间不要碰 这非常重要 我的这个自从疫情逐渐开始到现在 好像还是这个整天在外面跑 一方面呢就是3月16号我们阿勒米娜县呢 它公布了这样子的一个居家隔离令 以后呢我们公司是把它算成是叫做这个基础的服务 就是essential business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生物制药公司 而且呢我们公司呢正在研制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疫苗 看到这个自己亲手实验室里面的进展 越来越靠近那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已经成功的研制表达出来这个 这个病毒的这个核蛋白 就是我们叫做这个突刺蛋白 那么这个蛋白实际上是就可以把它打在这个动物上面 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抗体产生 实际上是为这个毒性实验和将来的这个疫苗来铺垫 那我就非常的高兴 这就是这个毒性实际上是为这个毒性实际上是为这个毒性实际上